好 錄 OK 大家好 我是Wayee 我們又回到衝浪滑板單元 因為最近遇到粉絲 然後有粉絲說非常喜歡看 Wayee的這個衝浪滑板影片 但是我們的滑板影片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上了對不對 那自從之前有分享過一些比較基礎的動作 就是我們怎麼進行加速 怎麼站上板子 開始一個啟動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已經事隔那麼久了 我們可以來教大家怎麼樣運用我們的衝浪滑板 模擬出在衝浪上面做水花 做一個Top Turn的一個動作 你們可以看這一段影片 像是這一道浪是我在巴黎島 Madeaway一個浪點呢 做的一個左跑浪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做一個Button Turn 然後上去做一個Top Turn下來 還可以繼續的接動作 那像這樣子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用衝浪滑板練習 或者是像我的正向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OK 像是這個正向呢 這個就是在漁光島上面 去做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浪也比較軟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運用我們的滑板 去模擬出像這樣子的一個衝浪動作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分享這個小技巧 讓大家平常在陸地上 平路的時候 還有在斜坡上面 都可以去練習你的衝浪技巧 那我們今天會用到這一個腳椎 腳椎等一下會模擬出 我們一個八層層的路線 八層層就是我們讓你轉向 因為我們在啟動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路徑 你要先把板子轉直 然後上去攻擊下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用這個模擬這個路線 但是在教大家之前 我要分享一個資訊給大家 每年一次的宜蘭國際潮流文化祭 即將開跑 那這一次的主題是我們的禁樹藍陽 原潮流踏風上 以我們的女性跟原名做結合 那這一次的主題非常棒 有我們的六大詛咒 四大六大呢 我們來給紀元念給大家聽 好的 第一個就是潮流原創四集 國際街舞大賽 街頭滑板賽 街頭塗鴉彩繪展覽 校技聯合舞展 還有今年的新活動是什麼呢 唯一 科技什麼 時尚秀 沒錯 就是我們的科技時尚秀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結合我們的 文化滑板潮流和科技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活動 那每年的這一個宜蘭國際文化藝術季呢 都非常的精彩 這一次我們即將在10月14到15日 舉辦在我們的宜蘭中心文化創意園區 所以大家喜歡潮流跟滑板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不見不散 OK 我們剛剛設計了一個簡單的路線給大家 那等一下會模擬什麼呢 我們會在這邊做一個pumping加速 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會做一個button turn 然後一直過來 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背向的一個turn的動作 好 那就會模擬呢 我們做一個這種 在lunk上面 八層層上去top turn 啪 一個打一個浪花的 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動作 然後我們用這個來模擬 但是大家應該蠻好奇 剛剛那個季緣是誰 來季緣 季緣 季緣 季緣就是我們一開始有那個沖浪滑板教學的 沒錯第一課的學員就是我 大家好謝謝老師我又回來了 今天要學進階的技巧 沒錯今天要學更進階的技巧 可是我第一課已經忘記了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嘗試看看 你會學個三分樣就好 好的好的 那我們就回來老師的身上 謝謝謝謝 老師呢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在做沖浪滑板的練習 一定要有一個異向的訓練 就是你要想像你在海浪上面 好我先講一下路線給大家 等一下我們會在這邊做一個pumping 假裝你是一個背向的加速 好到過來的時候呢 好 button turn 摸 過來 做一個turn 好 再一次喔 button turn OK 轉過來 這邊要做一個 就是這樣 OK 應該還不錯吧 那實際上呢 是一個怎麼樣的效果 然後我們做快一點的給大家看 OK Let's go pumping 找到你要攻擊的點 OK下去 摸 好 拉過來 turn 歪爆 還好嗎 pumping OK 摸 過來 turn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下課 沒有 不是要教學 OK 底上就是剛剛的一個示範 然後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 到底要怎麼做 首先呢你們上過前面的課程 會知道我們要怎麼做一個加速對不對 pumping 所以首先加速是一定要的 衝浪一定要有速度 好 所以我們要模擬一個速度 那為什麼會運用一個腳椎呢 因為我們要做button turn 我們的浪呢是有角度的 那你如果你在浪上面 你角度不夠直 是很難做turn的 所以我們會想辦法 把我們的角度弄上去 在這邊 唯一是背箱 我們要蹲 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會看我剛剛的 我的左手 我的前手 引導手 會去定點 會去找我們的定員 摸一個浪壁 讓我們的重心往下 大家記住一定要蹲下去 好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 到這邊 你上來了之後 這個動作很重要 一定要 蹲下去 一定要 蹲下去 甚至你的手 你們看我剛剛的手 甚至有點像摸板子的感覺 這樣會重心幫你 重力加速度 在衝浪的時候會 往下 你可以再回到浪上面 那它是一個一連貫的動作 我們的背向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用背向來示範呢 是因為 大家在做背向的時候 重心 比較好去掌控 那正向也是 我們做一下正向給大家看好了 我就不用腳追了 你們自己看一次 我們會做一個八層正 正向的八層正就是 往這邊摸 好摸 你看喔 好 來 摸 上去 壓縮 踢 就是這樣子 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正向 找到一個八層正的點的時候 我的手 過來 拉 然後蹲下去 帶 踢 一定要 蹲低 你如果不蹲低 你踢不出來 你也容易歪抱 會失速 所以我們練習的關鍵 就是要 蹲低 蹲得越低 你在衝浪上面 因為衝浪會自帶速度 你才有辦法 蹲得更低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壓縮不夠的問題 這個是平路上的練習 之後我們就會運用在 斜坡上面 但是 老師好喘 哈哈哈哈 超累 就是我們要在平路上面 把我們的技巧先學會 慢慢的去進階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出國玩的時候 一樣去享受當地的浪 這就是我衝浪進步的技巧 現在 我們要換技員 學習看看 好恐怖 我們的技員是 基本上不太衝浪 所以他可能比較難像我說 用衝浪的想像去做 衝浪滑板的練習 那他會是屬於大眾 大家 一個比較初學的階段 就是 像這樣子 那 怎麼樣去幫助他呢 你等一下很簡單 那首先呢 你只要 你這個路徑做對了 你角度有了 你身體一帶的時候 你腳同時 你的後腳出力 它板尾就會滑動 OK 就會做一個Slide 你開始要轉的時候 全程都要蹲下來 對 蹲 好 反轉也蹲 有沒有 你站起來了 你站起來了 就會失速歪爆 一定要蹲 好 手打開 蹲下來 再蹲 反轉摸板子 摸板子 摸前手 前手 前腳 對 OK 來囉 對 打開 反轉摸 差一點 差一點 啊 好像有那個感覺 有感覺對不對 剛剛輪子有小拖一下 對你有小推一下 你有小推一下 偏 哈哈哈 思考 摸 Wellness 我也 CC 嘿很好 其實 其實玩滑板就是從失敗中一直去建立成功 那我們玩的就是成功率 好的 對對對 就是我們會一直失敗一直失敗 然後直到你開始成功一次 就知道怎麼做了 對 因為我們一開始可能是10次才成功一次嘛 對 然後接下來就慢慢的10次要成功10次 好的 謝謝老師 有成功耶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衝浪滑板進行一個這個衝浪上面的模擬 那一開始雖然我們會不斷的摔倒外抱 但是我們就慢慢找到感覺然後去把它糾正 這是個探索的過程 探索的過程 很好玩 對 然後當你的這個衝浪滑板 你可以變穩的時候它會反應在你衝浪上面 對 我們的動作就會慢慢的跟衝浪滑板一起成長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在這個同步上面去進行快樂 就是衝浪上面也可以快樂 滑板上面也快樂 然後很多人是沒有衝浪 那也沒關係 因為衝浪滑板也很好玩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進階的技巧 我們就慢慢來 好 沒問題 希望有第三課 好不好 OK 今天就是做一個 大家想說很久沒有看到衝浪影片 然後想說再分享一個新的東西給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威夷 謝謝威夷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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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加油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小小小小小小孩 inflation 好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